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宠户和玩具向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可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何尝不是他们的全世界呢? 清晨的低低树阳光洒下来,被窝里的机器人推开被子 坚定地向着窗子的方向走去 他走到窗户边,最后看了一眼小主人 然后一头就从上面跳了下去 男孩睁开眼睛时,身边已经没有了机器人的身影了 可他并没有在难过中停留 因为他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崭新的机器人 时间一天天地过着,新的机器人也开始变得破旧 这天,机器人和谎常一样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爬到了桌子上 楼下已经有了两个同伴的坟墓了 他也许即将成为第三个悲剧 他回过头看着小主人 被伤害的过往一幕幕在脑海闪过 被面条破一身,被埋进土里 被放进开水锅里煮 小主人甚至会在他身上放鞭炮 把他放在铁轨上撞得七零八落 遍体鳞伤的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气 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忠诚为什么会被如此对待 也许,自己的下场就该是和前面几个同伴一样吧 他推开窗,看了看同伴的坟墓 又回头看了一眼还在睡梦中的小主人 想起他在画上画下两个人的样子 主人也曾温柔对待过他,想到这里他露出了酒尾的笑容 当主人醒来时,看到身边没有了机器人的影子 他慌乱地看了一圈,然后安心地笑了 原来,找到希望的机器人已经歪在脖子上睡着了 我们在对待宠物和玩具的时候,一定要爱护有加 毕竟对于宠物和玩具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